2024总统赖清德 陈俊宇投诚后援会 与宜兰县信赖台湾 之友会投诚分会成立 颁发后援会聘输给选举干部 距离大选还有103天 民进党强调国民党 每年阻挡国造浅见预算 不顾台湾国防安全 而赖清德对国家国防 经济安全都非常了解 绝对能继续带领台湾 走向民主和平与繁荣 保护台湾的主管 可以保护未来的凶寸 可以过民主欢迎和平的生活 如果你选一个中国党的总统 他就跟中国头来暗去 民主和平繁荣 我们要选一个多千个总统 要选政党来做立法院 要立法院才会过半 所以我说 我们所有年代选去 很简单说 挺清德拼过半了 挺清德拼过半 堪生丹春路 好吗 信赖台湾之友会 投诚分会长 由投诚农会总干事 吴立民担任 除了支持赖清德之外 还有民进党在国会席次 也要过半 让赖清德顺利推行政策 投诚已逐渐打破蓝绿框架 恳请支持年轻有能量的陈俊宇 所以要拜托大家 我们一定要专业支持 我们大总统 搞算人所提出的 民主的四大机票 希望来减化 我们的国防安全 提升我们的军港 还有我们上官武器 主席的这个灵灵 希望说可以 来构到我们 民主灵灵 这个上官的关系 维持 涌化 田中 在这个目标上 继续来代领台湾 表显民主 高兵 反映的目标 我相信 这样才可以 实质 让我们台湾 有一个 均衡的胜致 在这里我也要向大家报告 尊重均 反对 重启 重启 核四 只说 几一年的时候 既然我们 有63%的民主 我们用 投票的方式 反对 核四 重启 所以 像国民党 这里没有尊重民意 没有尊重民意 没有尊重的 心胜 的政党 而立委参选人 陈俊宇也提出了 乐活生养及挺劳工 农民等相关证件 更强调宜兰未来 有黄金关键十年 包含高铁延伸到宜兰 洋衣二企 以及台六十二线等 陈俊宇表示 可以做相亲的后盾 为大家服务 宜兰新闻记者 黄竹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